Hello,大家好,我来自缅甸曼德勒,我叫张美丽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我学中文的经历 学汉语可能会碰到一些困难 比如写错笔画顺便或者弄错不少 但是只要坚持练习就能慢慢地扣除这些困难 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通过写字、背诵的方式来加深理解和记忆 希望大家能享受学习汉语的过程不断地向前进步 我学习中文主要是因为我对汉语很感兴趣 听说汉语语这么语,语然非常难 开始学汉语的时候,最大的困难就是发音 特别是四声的发音,我总是发错 但我每天坚持练习 慢慢地我发现多练习多听是能提高汉语的有效方法 当我开始学汉语的时候,我觉得有点挑战 因为汉证看起来很复杂 但通过不断练习和坚持学习 我的中文也越来越有进步了 学汉语让我更了解了中国文化 比如中国的传统节日 中国各地的美食和喜苏 这些知识让我对中国产生了更深的兴趣 有时候我会弄错一些汉词的意思 特别是一些很相似的字 比如说海和湖 他们都和水有关,容易弄错 但通过不断阅读,我慢慢地学会区分汉诺了 现在我可以和中国朋友流利地交流 我还能听懂一些中文说曲,也能看懂一些中国电影了 学汉语可能有一些困难,但收获也很大 我喜欢学中文,我喜欢学汉字,我喜欢跟中国人聊天 如果能有机会,我很想去中国旅游 想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和历史 我的视频结束了,谢谢大家,再见